大家好,我是大刘 鸭肉未寒,能去火煮消化 膜味富含膳食纤维 能阻碍人体对脂肪单骨醇的吸收 今天我就来做一道膜味豆腐焖鸭 好吃开胃,还健康 这是我今天刚买的半片鸭肉,成本10块 我们先把鸭肉处理一下 先洗净剁成块 然后冷水下锅 下入姜片,料酒去腥 大火煮开后,再煮两分钟 鸭肉肉制搅松,感觉鸭肉收紧,捞起喜劲 磨味豆腐切成块 喜欢吃可以多加一些 小米辣切末 正经大蒜切片 鸭肉未寒,切点姜片调和一下 最后来点青红椒,作为搭配 热锅放油 倒入姜蒜辣椒,先煸炒一下 再加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 倒入鸭肉,大火翻炒 一定要多炒一会儿,炒出油炒入味 然后加料酒 然后加料酒 炒20分钟 20分钟后加青红椒,翻炒收汁 起锅装盘 这样一道磨味豆腐焖鸭肉就做好了 营养健康 哪轮小孩都能吃 随手做美食,美食随手做 更多美食,请点击视频下方关注